老师好,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个部件和字部件游戏 首先这里有一个link 我是用的这个website叫classkick 它可以把pdf变成一个interactive的教科书 我发现它有这个拖曳的功能 所以我就用这个拖曳的这个功能来做汉字部件游戏 首先这里有一个classkick的link 点进去之后 学生会自己输入他自己的名字 然后他就会进到这个教室 然后呢在这里就有说明 因为这是汉字秘密 我之前就已经这学期开始 我已经做了几个 有秘密一、秘密二、秘密三 然后呢这个部件 这个dragon draw我把它放大 就是这里介绍的是日字部的拖曳游戏 它把两个部件 两个部件把它拖在一起 组成拖曳两个汉字成为 组成左右结构的字成为一个新字 或者是上下结构的字成为一个新字 那这是香 所以学生就要到这里来找这个香字 然后它的上面是一个和 拖到这儿 然后下头是一个日 那这样子就成了一个香 那这个枣字呢 它就要先到这儿来找出枣 然后放到这儿来 然后呢 哦哦 它需要 我必须要到我那里去再复制一个日字 所以它就要把这个日字放在这儿 然后这里有一个十字 好 所以呢 嗯 等一下我要去修改 所以这 在这边呢 学生就会一页一页的做 他现在做的第二页 然后他就要做第三页 这也是日字旁 然后第四页 是女字旁 第五页也是女字旁 第六页是水字旁 第七页是也是水字旁 然后第八页是青 是一个表音的部件 第九页也是表音的部件 这样一共四个字 谢谢 所以各位老师 你们我会给你们 那个原来的那个档案 只要你们点进去 在这个class kick 用你们的gmail注册 这个游戏就会变成你们的 然后你可以再去做延伸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